我想用end user的角度去解釋 其實你上網可以看 有幾個香港人多人用的供應商 其實都是一些國際產品 如果常用的 例如有一間叫purevpn 這個便宜的 有時候你可以上網看看 等一下 你說谷香的供應商 不是香港的 都是美國的 但它的成本是3元一個月 其實也有很多人用的 因為你有安全考慮 上網自由之前 其實你已經有些不自由 本來你上網也有些不自由 舉例 你想加入 例如我們那時候玩Roku就聚覺 Roku 你明明想買一條頻道看 他就會告訴你 你這個國家不能玩 那你就看不到 你怎樣買到呢 你就要用這些vpn過一過 假扮美國的 你用它的地址去收 用美國IP去收信息 其實你的邏輯就是 你在香港 其實他放了一塊東西給你 你所有traffic 就經過 virtual vpn 它的server 就去了美國才下地 不是你直接打過去美國 是直接打過去美國 但問題就是 你的traffic 要進去之後再出去 對 邏輯就比較容易想 因為我們其實有些聽眾 不是操你學的 你當成這樣 你就潛了水 然後到那邊才上水 你那個traffic就是 潛了到水 去到那邊才上水 就經他的server出來 你已經改頭會面 他就以為你是美國人 那你就自然玩到 你想看那些盒子的影片 就好地地了 所以以前其實已經多人玩 我們打遊戲 打遊戲 每個人都玩過 那些日本vpn 美服 你想玩美服 日服 你都是要加入這些 所以未有這些管制問題 我們已經經常用 錢就不貴 通常這些 一個月收你三元 其實他說快 不快 我不知道現在好不好了 現在呢 因為剛才剛才說了 所有的router的processing power 大了 大家的bandwidth 全部大了 所以你就覺得 相對來說 你的traffic 又少了 但是以前玩日服 那些 真的真心就慢 真的慢 我接下來我都會想 可能裝回試一下 有些遊戲 可能你玩日服 開心一點 那你就會弄 但是以前那些是真心慢 現在我純粹看報道 報道就說 pure VPN的速度是一般的 如果快的 是另外有 叫law VPN的 Nord VPN 其實很多的 多於牛務 那你就看看自己想付多少錢 有些便宜的貴 當然是貴的 是好一點的 你說多幾個牌頭 你先聽聽聽 我現在看到那個 我找到了 我前幾陣子我加入的CNN Recommend 那個叫做 KEEP SOLID KEEP SOLID KEEP SOLID 你做一些基本的路由 或者去找資料 一看影片就麻煩一點 我剛才說的第一個應用 就是因為我要裝回那些人 去用那些當地的服務 第二個原因就是那個 匿名性 其實這個也是很多人用VPN的原因 因為剛才我講過的 我在香港出去 例如我去日本看DMM 看DMM 其實在DMM那邊 是不知道我的IP 他看不到我真正香港的IP 所以能夠令到私隱度比較高 你看閒網 那不會 他看到IP 就是日本有一個IP 你選了一個IP 你選了一個IP 他就回到你 其實因為中間經過了這條路 這條管道 所以就衍生第三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扮日本人 扮美國人 第二個就是那個IP的安全 因為是mask了 第三個就是看一些你看不到的東西 如果將來你真的有一套Great Raw 中國就是這樣 現在回深圳 深圳的兄弟 我們長期發覺你問深圳的朋友 每個人都說 他又玩了WhatsApp 又好地地 其實他就是在用這些工具 經過一個第三者 他首先當然要在中國去一個供應商 那個供應商 其實之前Block過的 很多都被人掩蓋了檔 但你不要緊 這個世界有錢是有人做 殺頭生意就有人做 其實你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未必直接去駁去美國 你可以駁去其中一個地方 舉個例子駁來香港 有香港這邊再出 那都可以到 反過來你就可以去台灣 總之為何你要選擇 剛才我剛才所說 你要選擇一個VPN Service Provider 在多點的 意思就是 因為方便你 就有不同的地方去 你舉個例子 我去美國 可能我無法駁去 我就駁去日本 我就駁去其他國家 其他國家的VPN 所以你選擇VPN 你選擇VPN Service Provider 的Service 第一 你要多點 多點 方便你 走不同的路線 去做你要做的事情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就是你看一下 這間公司 究竟在哪裏註冊 有機會你會查到這間公司 即是你 怎樣也有機會在外面查到 究竟這間公司的Owner 是誰 你最好選擇一些 比較中立的公司 因為他們有機會 你沒有以為美國人 不會駁你 美國人有機會 都會駁你 說真的我做Service 我做Service 有機會 對它有Harmful effect 就有機會駁你 所以你會看清楚這些 VPN的用途就是這樣的 就是這幾樣 你當然 其實後面兩樣 才是最近的人 會比較關注 最近的人 因為這件事之前 大家知道 香港人的網絡安全意識 很低 其實我剛才說 你用到Wi-Fi 你用到Public Wi-Fi 這些地方 你必然要用VPN Service 你不用VPN Service 就剛才說 你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走了 所以為何最近公司 尤其是公司 尤其是UTM VPN Service 是用最多的 尤其是我們公司 也好 現在香港公司 也好 用了UTM 一定有兩個VPN Service 一個是SSL 一個是IBZ 這個是Client to Site 另外第二個 就是Site to Site Site to Site 更加多 尤其是現在的問題 很簡單 我最近有一個朋友 建築公司 他有十幾二十個地盤 他的資料 要Synchronize to Headquarter 他就要組成VPN 那些VPN是什麼 全部都是Client to Site 即是說 你在NAS上面 裝一個VPN Client 博通回來 把東西每晚升 這個就是基本商業用途最多 他都會用到Client to Site 因為 不是吧 我十幾二十個地盤 我怎麼把這些資料升上 裡面的資料怎麼做 這個就是 其實 VPN這件事 不是今天的事 但是 方便你就是做什麼 記不記得 就算你很簡單 你現在 所有的WhatsApp 最近 都在說 所謂的peer-to-peer encryption 其實都是VPN VPN的一種技術 只不過就是說 舉個例子 我和登屯之間聊天的時候 他以前不加密 現在不加密 現在就加密下去 其實這個是 Cyber Security 裡面的 越來越多人 行這些服務 而IPv4 其實是很弱 這件事 但IPv6的標準 走出來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 表現了這件事 就是說 IPv6 其實現在正在行 問題就是說 IPv6 在網絡上行不到 在你內部 很簡單 在腦電裏 全部都行 IPv6 在你公司裏面 有機會都行 IPv6 它的服務 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包括了其中一個 就是 peer-to-peer VPN 已經表現了 在裡面 所以 這個不是陌生的東西 這個是 accumulation 就是 剛才說過 為什麼用 當然 就是剛才那幾個原因 令到你自己的 私隱度高一點 首先 令到你 剛才說 你打算去日本看鹹網 怎樣令到鹹網 不知道你看過 因為鹹網 不是罪惡 因為鹹網 它本身有一個 geographic surface area 我只是surface 日本人 其實它主要是因為 license 或者在他角度 我只是surface 這個 其實 這件事 我想遲些會很快 break 就是break break的意思 就是geographic 其實 等於 以前我們看電視 歐陽做了視頻 知道 電影也好 什麼都好 都會有geographic 版權的問題 舉個例 這個版權 我只是 做北美洲 這個版權 就是歐洲 美國的surface 我不會跨到過去 當然 這個 遲些就會解決 根本 不需要 做這件事 舉個例 很簡單 你小米一樣 你小米的網站 以前 香港這邊 是無法 access 無法接觸 你慢慢 因為它會檢查 你哪個IP 過來的 小米 中國的網站 以前是無法應用的 舉個例 你打 Midoc 它就會檢查 你 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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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哪裏來的 你歐洲 中國的 我不服務你 以前有這樣的 服務 所以 這些就是 具體 以前 我要翻牆 其實 中國現在 有很多 網站 只是 服務中國 它一檢查你的IP 不是中國的IP 它就不服務你 另外補充就是 所謂翻牆翻牆就是VPN 所謂的翻牆 其實就是玩VPN 出到外面的大海 很簡單 另外 剛才說過 那兩隻 另外大叔說的那隻 KeepSolid 其實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你用的時候 你用之前 要檢查清楚公司 究竟背景是什麼 看清楚 因為 其實 很容易中 因為 你 其實 Service Provider 的順遇 以及 你看看 究竟人家有什麼評分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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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檢查 凡你用Service 都要背景 其實最簡單 你自己 如果你要公司有VPN 就最穩陣 你要推回自己公司 有公司就出回去 最穩陣 這是最基本的 我先補充 如果你們 不再講什麼VPN牌子的話 第一樣就是 看閒網 是不用VPN的 因為DMM 一早就做了外國人西 外國人西 叫做R18 只要你去過外國人西 你去過外國人西 你去過外國人西 你明白嗎 但後面是同一個來的 未必 你買的東西是同一樣的 未必 我基本上看到一樣 不知道是不是 我想說 我的經驗 因為我曾經 不是曾經 現在都是有會員 我就是有兩間網的會員 我的經驗就是 如果你按英文 就少些東西 按日文就多些東西 DMM我就沒有比較過 我就是想補充 DMM我就沒有比較過 另外一個 日英的 你就會發覺 英文 我猜其實是因為那間 因為 DMM 人家賣給他的 license 到底我是全球 美國 正日本 那個AV供應商 他都會定了 license 我猜他純粹是因為這樣 就沒有什麼其他東西 但當然慢慢 慢慢 全世界賣當然是最好 你賺多些錢 另外一樣 就是 其實 說真的 原本香港人是不需要的 說真的 只要你在一個 場外的地區 有一個 地步 就是那個地步 可以是你家 可以是你租的屋 可以是你一個認識的人 的住所 又或者是 好像大叔說 是一間公司 只要那個位置 設定一個VPN 給你 你都可以用 這樣說 因為VPN 剛才我先補充了一點 為什麼 Site-to-site 和Client-to-site 因為Site的意思 就是那個是Static IP 家裡 就很難拿到Static IP 因為你拿到一顆Static IP 就是家裡的互聯網 通常 正常來說 如果 他們會有一個動作 就是會 Refresh 你的IP 有幾個供應商 就很難 不是啊 Cable 就很少跳 我之前家裡的那個 都很久了 整個月 連你的舊號都很少跳 我用老電 你搏那隻Router 是不會跳的 但Anyway 這個其實都不是問題 因為現在那些新的Router 你在裡面設定VPN 它會幫你搞的 但是始終還是有一個問題 我想這個 為什麼我剛才說的 是公司用的 因為公司用的穩定度 你怎樣boot的Router 也好 現在我在說 有什麼地步 是對你Awareable 不到你選擇的 好像謝Sir那樣 老婆子女都在美國 那他當然是在美國的屋子設定VPN 是不是 美國會轉 他不是美國的公司 美國會轉的 你放心 他可以在美國設定VPN 當人家都上不到網 那時候他就可以上 其實就是這樣 那兩樣東西 當然另外給錢的VPN都可以 你跟大叔說一樣 你就看清楚 查清楚 如果大家都是同樣的 把你的個人資料 避免別人 這個就是大概VPN 除了公司用 Service Provider 以及個人 其實我很鼓勵大家用 尤其是你想Public Wi-Fi 你是保障自己 在街上玩的時候 你是很有用的 你在街上玩的免費Wi-Fi 你就可以用VPN 你用VPN 你起碼要報章 你自己先 這個就是最機會 你就不會裸跑了 所以 為什麼近來 多人問 另外有個原因 一來跟緊急化有些關係 二來早幾天 就發生一件事很離奇 就是 真的有些人 就報稱 香港寬頻 和Smarttone 上不了連登 那些人馬上想 糟了 是不是被人封了 連登 現在 總之有些供應商玩不到 或者是香港人看不到連登 而當時有VPN的人 一開了VPN 就看到 那些人在美國 那些VPN當然是由美國 被WOW回來 或者是海外 WOW過來 那他又看到 那就說 喂大了 連登終於被人封了 香港人再看不到連登 所以我們要馬上開回VPN 那 就隔了一會 之後 香港寬頻 和Smarttone 都澄清了 是沒有這樣的事 我猜 真正的原因 因為我的確 我有個Fan 是用Smarttone 的 他的確 有一段時間 是上不了連登 我猜不關他事 不是Smarttone 是連登被人倒塌了 因為連登一天到一刻 都被DDoS 是的 那一刻 但他不是在Calfair嗎 他其實也有Calfair 你想得到的 說真的 連登高手很多 你想得到的security 人們都搞到 連登 你想想 萬劍歸宗 我們常常傳說中的 無敵中國王軍 美軍都搞得行 搞了那麼久 連登不就好 你們大家香港人 你現在是不是在看連登 另外還有一件事 提醒大家 前一陣子 登神說過 DNS DNS DNS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你每找一件事 的時候 全部是用Domini 現在大部分的人 找東西都會用Domini 找的 這個也是一個最大的 一個資料搜集的地方 就是說 舉個例子 如果你做到Cyber Security 第一件事 我會找的是什麼呢 就是會有一些 叫做DNS的Status 我要知道 究竟我在這個 Service Provider裡面的 用戶 大部分找什麼網站 因為他第一件事 要找網站 就一定是去Google Google Google 你如果要進了Google 網站 找東西的話 就大件事了 因為大部分Google 都會拿回 所有 DNS 你要找些東西 他會搜集一堆 當然他不會知道你是誰 舉個例子 我現在特意不用Chrome 第二件事 我又不會Lock in 我用3rd party的browser 例如我用Safari 你的意思是 如果我用Chrome 都不要Lock in 你Lock in了之後 你會有一個更加精進的數據 我明白 但是 他會知道你是誰 我的想法有少少不同 不是 我意思是 Lock in的意思是 如果你用了Gmail Gmail是不是都Lock了 分開來說 Chrome上面有一個Lock in 對 我又有Lock 那個就是不Lock 以前 只要你在Chrome上面 用Google的Service 你不是Lock in Chrome上面那個位 你Lock in Google的Service 譬如Gmail 或者什麼 或者Google Drive 那些 它就會上面幫你Lock in 自動幫你Lock in 但是 但是 這個東西 Google已經被人罵了很久 也更新了 Chrome 現在 Default不是的 但是 你可以進去Priven 裡面 是一個位 在哪裡 可以再解僱 就是一個位 被你剔走 那樣東西 於是 你在Chrome裡面Lock in Gmail 就不會Lock in Chrome的Gmail 不會Lock in Chrome 那個Lock in 就可以做到這件事 分開來說 兩件事 但是 我也不會 喜歡用Chrome 我都會盡量用Third Party Microsoft用Edge 另外 Mac用Safari 這件事 我勾了不知道 才奇怪 我知道 但是我想說 我為什麼Lock in 我就從來都Lock in 純粹是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 我接受到給Google Capt 就是這樣 但是當然 其實是很深入的 它Capt到很深層 它連密碼都會盡量 因為它簡直是跟你Safe 但是現在這個趨勢 慢慢都是流行的 因為 例如 Samsung現在都會跟你做過 Samsung Lock in 如果你用Samsung的手機 所以就盡量不用Samsung 你可以選擇不儲存的資料 我是一些很貪方便的人 我連手機上面的密碼 其實都是在Samsung救運 我是用Samsung Lock in 就倒回App裡面 因為它是好在什麼呢 如果你只是Chrome的密碼紀錄 App就不能用 App裡面 例如你可能 你有個大快活的會員 大快活的會員的Lock in Password 其實它如果在手機裡面 是經過Samsung Lock in 就可以Safe 當然要小心 很多東西都會傳到上去 這個是近來新的Samsung機才有 其實DNS裡面都有很多文章 為什麼呢 因為DNS裡面 其實它知道你去找什麼資料 這是第一 第二 其實Google也有DNS 所以有時候我們都跟大家說過 要不就用4.1 要不就用4.8 你可以試一下 8.8.8就是Google 4.1就是Cloudflare 另外做了IBM 好像又有一個走出來的 不知多少 當然你可以用Local Service 用Local Service 你最好一點 因為Local Service 沒那麼多資料 只要提供你的資料 只要確定你是上網 所以我會選擇用Local Service rather用Google 也好 Cloudflare也好 其實還有一個技能 叫Secure DNS 我想有時間我再講 那麼Secure DNS是什麼呢 就是你查DNS 其實也有機會被人截圖 就是說我查DNS 我做過DEEP 就是說我的DNS伏法 是舉個例子 8.8.8 我想知道這一批人 在哪些人去8.8.8 去截圖 去查什麼呢 其實中間是沒有加密的 就是DNS的Traveler 是沒有加密的 那麼現在 如果你做了Secure DNS 就是說我和DNS伏法之間 形成了Traveler 我中間查些什麼呢 外面的人查不到 那麼這就是其中一個DNS 那麼另外還有DNS 其實公司來說 有些DNS 就是最簡單一點 就是說我會分析 叫Private DNS 或者叫Public DNS 那分別是什麼呢 就是說 喂 舉個例子 我公司Internal 太多機器了 舉個例子 阿燈神 可能他公司裡面 有百多個伺服器 每個伺服器裡面 有15個伺服器 15個Web服器 在裡面 而這些Web服器 呢 只有我Internal用的 那怎樣做呢 就是說 我組織的DNS伺服器 我就將我公司內部 舉個例子 公司裡面 有2萬人在這裡 2萬人 想查某些東西的時候 他會浪費 第一次 他可能會去外面 查DNS伺服器 就要回來的 那你浪費密服器 第二件事 喂 可能我Internal的Service Service Web服器 就是我Internal用的 那公司裡面 有2萬人 我百多個伺服器 我就要自己 形成DNS伺服器 那DNS伺服器 除了外出的DNS 外 我都會做Internal的DNS伺服器 使到這些 訊息就未能走出去 或者我Secure Internal的查詢 做這件事 那這個就是SecureDNS 裡面 就會再斬小一點 就是說 其實Windows裡面 都可以設定 一個Internal Internal DNS伺服器 和一個External DNS伺服器 External DNS伺服器 你要指出外面的DNS伺服器 這個就是SecureDNS的 這個就是SecureDNS裡面 再更加深入 這個就是 當然對用戶來說 是不明白的 但是對你的 Networking的Admin 或者對公司的 Network resources裡面 這是很重要的 其實如果End user 簡單一點 你就可以不用電信箱 那個DNS 或者你用回自己的Internal Internal 你自己可以 Windows裡面有DNS伺服器 你可以用回自己的 或者Linux Windows有的 Windows有DNS伺服器 剛才歐陽說到連登那件事 閘住了 我覺得要澄清一件事 如果連登只是被DNS 的話 那為什麼那些人一開VPN 就又上到呢 我猜不關電信箱的事 簡直是不關他的事 是啊 但是DNS的說法 也不合理 就不知為什麼 如果這樣說 那你提出那個 如果是被DNS 應該是一鍋熟的 每個人都上不到 如果DNS 對著連登的Site 的話 全世界都看不到 如果它走到VPN上去 那就是說 是它的電信箱的路由有問題 即是香港這邊的路由去那邊有問題 而是踩經過美國那邊 即是美國的路由 那就快連登被DNS 有機會是它的operator 有機會是它的operator 即是它的user的operator 又很難 不是有機會的 突然間你的router香了 又有一個Telco Telco有很多路由 你可能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的路由很有趣 香港的Internal Traffic 香港Internal Traffic 有兩種路由 一種路由是經過HKRX 大家知道 即是中大那邊 第二個就是Commercial Local Exchange 即是魯電發起那個 是的 魯電發起的是什麼呢 就是大家做peer-to-peer 就是說我和魯電 或者是香港boardband對魯電 或者是和仔對魯電 就是來來去幾間 就是大家互相之間 因為HKRX那個不收錢 第二件事就是HKRX那裡 有機會爆發的 因為CEO有幾個resource 被超樓那裡 全部都想到 不是那裡的 現在不用 不會放那裡的 不是那裡的 是的 大叔 我那時候也不是那裡 你剛才說你年輕的時候 頂你 不是我那時候 你那時候 你那時候還沒聊 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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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就 不是啊 我其實是想指出 剛才那些想法 都不需要 究竟這個 歐潤天花人 這個所謂的 連登被人的DDoS 是不是Yellow object 就是 說的 真正的原因 根本就沒有關係 你很難分析 因為你不知道路由怎麼走 舉個例子 你正在用Smart Tone Smart Tone 他怎麼路由呢 你不知道 人家說的就是 他一開了VPN就可以 這是人家說出來的 所以很大機會就是 那個Routing的問題 就是你 剛才剛才所說的 VPN你多了一個Routing 你的Routing是 Routing到外面 再進來 那是另外一件事 所以大家想要VPN就是這樣 VPN其實只不過是 用的問題 究竟你怎麼去用這件事 那些東西是存在的 用途是怎樣 你自己決定 好 這個VPN差不多 因為本來今天主題就是VPN 所以大家應該爆了 由大叔專題講解 有時候 大家都知道這些很跌聽眾 大家都知道 對上幾次都是 分穿了 我們華為那些 一去到技術問題 就全部都收皮了 基本上 你看到那些 全部都跌了 這些是聽眾殺手 如果你現在仍然在聽 先謝謝你 首先 這些是很好的聽眾 你捱到衣架 你不是被人直接拖過來嗎 有機會的 直接拖就拖過來 一拖 不對勁 大叔還在說 又拖 大叔上了 現在 你還要指YouTube 給人分段 即是我們那些悶度 即是我們那些悶度 即是我們下次 大叔不如這樣 你下次再印筆記給大家 你先下載筆記 你應該搞PowerPoint 有Video 按出來 又你? 好像是智山那些 隔壁試搞火輸 似我們上班那些 硬上training那些 扔你的肺 那份PowerPoint 扔了 然後各有各在這裡睡 打遊戲什麼都齊 流口水 整個拖地 找阿嬸來 好了 下一件說的娛樂性高一點 其實我覺得 要說一下地鐵問題 不是的 地鐵? 譬如說我們現在錄音的時間 是十月九 星期三晚上 今天地鐵 是下八點的 我們沒有地鐵走的了 那這些事情 反而呼應剛才 歐陽說的那件事 即是我今晚上來做節目 即至少去攝影機做節目 而不是廣場做 我是預計了 那些人要乘搭的士 走 即是那幾個兩條水 就是我 是付出的 是我覺得要付出的 是代價 是代價 即是隨時要付這個代價 沒錯 但是 是有個問題的 這件事我覺得是 是 是 7點多 開始關閘 那他沒有地鐵 沒有生意做 我就覺得這個是問題 大哥這裏是香港 現在不是澳洲拍攝 我覺得很棒 這陣子你出門 有少少日本的感覺 即是那些地鐵八點半關門 日本那些 八點半還是九點半 日本是十二點 神經病 一塊塊的 地鐵是 但那些舖是八點 我那時候 那些舖是八點三回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說錯 地鐵是夜的 舖是八點幾 於是你八點半 你就要衝 不是不是不是 那個是山舖 不需要衝 我知道 八貨牆會關門的 我知道 但居酒也不關門 我知道 但我經常去都是因為 在買東西 那些店員出來 一列排開 在鞠躬拜拜 你是趕著 阿倫斯還唱歌 是啊 但我們真的還在NSB 還沒買完 我們是會老虎蝦捏著隊 或者你在表慘度 你轉到前面還有一大部分 跑了 七點幾 是啊 跑了 現在八點了 現在有些是十點 你的表慘度是七點幾 好少 神經病 前面還有一大部分 還沒走 是啊 日本很多都是八點鐘 八點多 我記得好像高島屋 就收八點 好像高島屋收八點 現在就是 我們現在出去多棒 老虎蝦就收八點 七點 七點半就鞠躬拜拜 那你這件事不好嗎 我覺得這件事有問題 大哥 你是香港來的 香港沒有問題 早點回家 健康一點 你還沒去澳洲 你不要以為自己去澳洲才行 練習定吧 世界各地都是這個標準 然後好像荷蘭一樣 星期日休息 那些事 我就覺得不應該讓地鐵 令到我們變成一個澳洲拍師的城市 這是地鐵做的事 就影響到我們的行為 那怎麼拆架呢 那怎麼拆架呢 就像我這樣 遇到東西回家的途徑 是啊 至少巴士還沒收 大哥 如果連巴士都收起來 那這樣便會問些 那為什麼地鐵會這樣關站呢 當然有些人會說 那當然是那些暴徒破壞 自己也會這樣說 但是我覺得這個 是也都不是的 那件事 由最初開始說起 說真的 6月的時候 地鐵不是這樣的 地鐵是 我忘記了 那是69還是616 那些人呢 車去和理非遊行 地鐵那個車長 還跟那些人說 我要開車 你們努力香港加油 這樣嘛 一向都是這樣 還有地鐵會有特別班次去處理這些事 是啊 那時候 就算那些人 就算好像612還是什麼 那時候還是這樣 那些人就算下去 是把錢都放在那裡 就算他不用八大通 他就把錢都放在那裡 那些人就放在那裡 或者買了一大堆票 你看到那個賣票的機器上面 是有一堆錢在那裡 或者買了一大堆在那裡 那點是什麼呢 但是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 就是因為 《日報》說了 地鐵 說你車走的人不對 那地鐵呢 即是歸邊 於是那些人 就開始把地鐵都變成目標了 那又 我覺得呢 當然是你說的是事實 其實地鐵你就要理解一下 它是什麼公司 它有百分之七十幾的股東 就是香港政府來的 其實它呢 嚴格來說 它是一個國企來的 但是你明白 當那些人說地鐵不應該加價 或者你補償 不要補在星期六日那些時候 香港政府就說我不管 這個百分之七十幾的股東 它說它不管 在那些事的時候就不管 它是絕大股東來的 因為地鐵賣出的股份是少的 在那些事的時候想政 香港政府理它不理 那現在你就理呢 因為地鐵的本質 跟領匯恰恰相反的 地鐵的真正大股東 反而完全不同的性質 就是領匯就是一家私人公司 而廣鐵呢 就是一家國企來的 我想你這樣理解 至於它說什麼 它當然是彈性走位 人家叫你彈性上班 它就彈性走位 它是香港人 即是它是大馬石 香港人最厲害是聰明走位 我對它的行動不詫異 香港的地鐵呢 說真的 正常情況下 運作得算不錯 你也要公道一點說 就是它日常 以它不是現在的狀況 其實香港的地鐵算是運作得好 但我始終覺得有一個問題就是 現在太單一了 問題是什麼呢 因為你在日本 我起碼有私鐵 舉個例子 剛剛登出來 11月十幾號 半個山手線是停了 即是它要裝修還是什麼 但問題是它們不會影響 現在我對我影響最大的什麼呢 最大的問題就是 大叔你剛剛是否去了日本一轉 你還沒去 11月才去 那問題是什麼呢 很簡單 舉個例子 我在荃灣 荃灣西它關掉了 荃灣線關掉了 我是完全出不了街 這是政府製造的 我當然知道它們的想法是什麼 但問題就是 地鐵有服務的程度 現在是沒有懲罰的 你現在無緣無故停 你的服務在哪裡 很簡單 如果你現在人 那現在香港什麼環境 你先告訴你 我是緊急法的 那你就停了 那問題就是 你現在不是緊急法 那你無緣無故停 那問題就是 最不合理是什麼 不合理就是 你有不反對衷師書 你要停 你不是反過來的嗎 你明不明白那個理論 那個理論就是 你有不反對衷師書 你才會走的嘛 你不是說 你有不反對衷師書 你會停 什麼環境 你反過來的 你的理論 是否反過來走呢 大叔說兩件事前 我要先完成 之後 人們開始攻擊地鐵之後 其實我已經很快 看到一個問題 因為那些硬件 這件事 歐陽之前也問過我 喂 如果公司有一個switch 有一個wilder 壞了那怎麼辦 那當然自己 在籠底 已經藏了一隻 馬上拿出來 可能是 弄少了config 即是把一些config 然後馬上拿上去 馬上用 那這些 地鐵的硬件 其實全部都有 那正常肯定有 必合的 肯定有 有倉 有存貨的 問題是 它應該沒有遇到 Failure Rate這麼高 但你不會忽然間要做這麼多塊 即是 如果是我的 我是不知道的 我純粹是猜的 我猜它可能遇到 一個站 因為其實那些硬件事 都很難壞 我猜它可能一個站 遇到一個月 可能壞兩部機 左右 這樣的 所以 尤其是那些 雜機 現在又不是全線同一款 這個才是個人 這個才是問題 這個是問題 反而你提出另一件事 我覺得地鐵管理是開始差 買這些東西 其實盡量要買相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你幫我說完 它是否全線同一款 我真的預計 一款機來說 可能的免費只有1-2百 以它們開始攻擊的時候 我看到的情況 一天可以 十幾二十步 這樣的情況 我也猜到它會很快沒有Pass 而這件事也發生了 所以現在地鐵會停 這個站 其中一個原因的確 是真的因為沒有Pass 這個又不可以否認 但是另外一些事情 亦都有一個原因在 我覺得第二就是 地點的問題 譬如說 以今天來講 馬鞍山線 石門站是完全沒事的 但是今天是關閘的 昨天來講 馬鞍山線的馬鞍山站 馬鞍山線沒有馬鞍山站 亦都是關閘的 但是馬鞍山站沒有事發生過 它亦都關閘的 我覺得這些 就是所謂的 歐陽剛才說的 是 你剛才說的那個名詞是甚麼 正 公 你說甚麼 有理無理到山閘的問題 不是 你說港鐵是甚麼公司 國企來的 國企來的 因為國企問題 這個純粹是因為他聽話 或者他自己 其實我覺得馬鞍山站 純粹是因為那個站很接近馬鞍山警局 很接近嗎 很接近的 馬鞍山站出來 新港城 接著再穿出去就是 我只是搭過石門 所以其他那些 我完全不知道是甚麼環境 再早期一點 其實有一段時間是甚麼 港鐵是怎樣做的 就是說 他收不及錢 他先讓你打了 你進了閘 但你出閘的時候 他只是扣你最基本的 就是一個站的錢 扣最少的錢 扣一個站的錢 其實這個是問題來的 因為 其實我覺得港鐵 剛才為甚麼大叔這麼稀粉的原因 我覺得他另外一個原因 之所以要這樣關站 就是想搞到我們宵禁 關站是另外一件事 我只是說其實現在大排長龍的事情 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既然你這麼多架機壞了 你就走緊急 現在香港也是走緊急 你就不要收錢 有很多人說 你不要動 就不要動 就讓那些人走 直接被人趕去 直接被人趕去 為什麼不做這件事 你現在是緊急 你引用緊急法做這件事 現在不是香港出現緊急嗎 我就是說 我就是說 他們就不走緊急法之明 但是做緊急法 來宵禁之實 那是你感覺而已 他用一個 他是沒有走緊急 我是不是用緊急法來做這件事 但是我令到你們好像在宵禁 那樣 就像剛才大家說的 為什麼這麼早收號 然後兩號方七點多落閘 就是他想做這件事 我當然知道 說真的 他想做什麼 大家看看就知道 問題就是 究竟你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怎麼生活 就是這個怎樣去 去平衡 有一件事 不過我覺得 Uber有一件事頗值得賺 話說前幾天 我星期五就去了吃飯 其實我這陣子 其實我出街吃飯的機會更多了 出街吃飯 這些老老 有車嗎 不是 不用 我就是說 因為 雖然是有些不方便 有Uber也是有車 結果我就叫Uber有車 Uber仍然有服務 但就是難叫的 當然難叫 但是Uber有一件事頗值得賺 難叫得來是沒有加成的 因為平時的Uber 其實你平時星期五 多人出街吃飯 他已經貴了 他已經是加成的 但是反而 在這些兵荒馬亂的日子 他是沒有加成的 我就問過司機 司機就說 這陣子反而 Uber在這些日子 如果是停了地鐵 有示威 他反而沒有特別加成 我猜 他有一來 Uber 跟政府有少少對著幹 因為政府從來都在搞他 你搞我 我亦都從善如流 那麼多人要搭車 我便不用加成了 就照上 二來 我覺得他也有些 社會責任 反而這項頗值得賺 的士就難叫 那我星期五去吃飯吃完之後 我原本是想用APP 叫的士 基本上幾個的士APP 都是叫不到的 最後坐到的就是坐到Uber 如果 其實我最後 如果有得想 如果你是有小朋友 老人家 就開車 都是開車 穩陣些 你自己開車出去 就穩陣些 如果我們這些幾個大叔 就無所謂 你不怕等的就可以 那一晚就是 剛剛 開始很多地鐵站都停了 星期五那一天 就是剛剛宣佈 用緊急法立蒙免法 那一天 那一天其實大家 我們同台吃飯 大家第一時間 當然是說林鄭月娥 多虧她不少 怎麼會政治智慧這麼不得了 是選擇一個long weekend 之前才來搞的 結果我看到有一幕 我截到Uber 當然我順便抱著司機不放 我跟她說我還有幾個朋友 其實當時我已經有一個朋友 在旺角等車 你去到旺角 你會看到 嘩 那條人龍 好像摩加迪沙的機民一樣 在那裡輪小巴 你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有 我載了她之後 就回去 東九龍方向去 沿途是 鄧扣黑大行動 有一大堆人 是暴行回家 是由旺角延伸至 變成遊行 我正想說 那件事好笑 那些人鄧扣黑大行動 就是由旺角延伸到大國咀 不是大國咀 因為我東九龍方向 去到觀塘也有 那條人龍 延綿十公里 一路回去 那些遊行 真的好笑 大家都是那句 林鄭月娥你給政治智慧 你是不是弱智 那些人即時的反應 不是有人打地鐵站 而是你是不是弱智 你想都想到 你怎麼會搞這些 有一次是 大家才知道 夢面法不是一個原因 原因只不過是用緊急法 氣死你 但我記得有一次 是不是有些人 是由旺角走去黃大仙 那次不是 那次是示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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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為什麼可以走到去 走到好 我們節目都說過 很近的 我們節目那時候 我不是跟你說過 我都很驚奇 香港人 超過地鐵站的距離 他可以 不經地鐵去嗎 我就是覺得 在旺角 都可以去黃大仙 那次不是黃大仙 第一次淪陷 有一樣 令到大家 對社會 其實都改觀了 第一 就是 你發覺 我們終於脫離了 地鐵站的地理觀念 因為我們這代人好一點 我們這代人 叫做乘車多一點 或者走得多一點 年輕人的地鐵觀念很重 他認為香港是一點點的 很簡單 其實張君澳幾個地鐵站 大部分人都認為 張君澳是由幾個地鐵站組成的 他是不覺得 地鐵站和地鐵站之間 那塊空地是會有東西的 但是你走一走一走 你就發覺 原來香港 是一個平面 而不是一條線 因為我們經常理解 我們這麼久以來 對香港的理解 就是地鐵圖的理解 就是一點點 黃大仙就是五點 是啊 現在的好處是什麼 大家終於又感受一下 用不同的角度感受一下香港 你就感受一下 原來黃大仙和 黃大仙是不是過了彩虹 彩虹前面 黃大仙的下一站是 黃大仙轉石山 即是新蒲江那邊 你如果去新蒲江 新蒲江轉石山 證明大叔都是這些地鐵人 你想一下 我們平時去新蒲江 其實其中一個方法 你就可以坐車去到黃大仙 走過去的 其實走得過的 黃大仙走過去新蒲江 那土瓜灣那邊呢 土瓜灣近不近 土瓜灣呢 玩法又不同 土瓜灣就是由紅磡站走過去的 這個我知道 那裡我就傻了 但問題是你怎麼游 走到的 其實香港整個九龍很威勢 如果用國際標準 九龍區是很小的地方 基本上整個九龍都走到 如果你從旺角出發 輕鬆的 不算很辛苦 旺角走到觀塘 你說是不是很辛苦 如果用行山的距離 其實都是十多二十公里 你走到的距離 也不算很遠 旺角落尖沙咀 旺角落深水埗 都走到的 對 香港很多都是暴行距離 令到大家覺醒了 認識社區多了 還有呢 這段好笑 我呢 因為朋友 由於立場問題 只能吃黃店 我就多吃黃店 我之前全食藍店 我之前全食藍店 所有愛國愛港的 那些美心 那些富林 我一概都在那些地方活動 我喝茶就是去八月花飲 但這段時間 因為這件事 令到我多吃了很多 古靈精怪的小店 其實我以前 不是很喜歡去那些小店 因為我覺得風險很高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 那個品質是不知的 你每次都要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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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去到很多地方 才發現 其實香港 都還是 如果飲食 都還是很多 不是連鎖店的東西 選擇 尤其是多 就是那些 這裡 大國咀區 太子 有很多小店 即是說真的 夠膽自稱是黃店 99%都是小店 難道道鄉 夠膽自稱是黃店 那些 你會發覺 你的生活 會有一點改變 還有我看到 那些年輕人 我猜都是那些年燈仔 連燈有 或者那些人 不一定是連燈 連燈只是一個罪腳點 他們做IT 又真是厲害 有些APP 你會發覺 做得很快 有個叫Walks Gap 其實我 純粹是這段時間 為了要吃飯 就裝了這個Walks Gap 就是Walks Gap 主要的資訊就是夾公仔 附屬的資訊就是黃藍食店的地圖 它做得很快 這個APP 通常以我們做APP的速度 這些APP 隨時搞兩個月 兩個月都隨時起不了貨 那些是很早已經有 這件事發生了 不用一個月 它就搞得出來 經過重重障礙 它之前就上不了Apple的架 剛剛最近又上到 又被它搞得好 你這些就是小事 我剛剛鋪出來的那個才是厲害的 你這些黃店 是說一個fixed location 我想這個 現在拿蘋果出來打 這個APP 是一些dynamic location的東西 隨時都會報出來 它怎麼Gap到那個location 我真的不太明白 有人報 沒有這麼簡單 我不是很肯定 我也不是做過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像 如果大家看Google Map 它會告訴你 哪裏是紅色 哪裏是綠色的 但是那個 其實不是Google 塞了一些機器去看主腦 尤其是Google 在它的機器裡撈到東西 我覺得這個 有一點類似這樣的做法 就是願意提供資料的人 就把一些信息發出去 它收集了大數據之後 它在上面做了之後 就變成 反過來就顯示 你需要知道那些東西在哪裏 出現了 出現過 有人報告 那些東西就會有那些資訊 這個有些工程難度 這個難度 這個難度 這個就比你一個厲害 這個算小事 這個才是厲害 這個有些工程難度 所以中國人不應該用Apple 中國人可以用Apple 我們拿給你的Apple 哈哈哈哈 你留一點錢給我 我們很想賺錢 這件事是overreact的 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做hacker 你沒理由毀了那條路 你當然是利用那條路 拿多些資料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就是hacker hacker不會剁掉路由 就是這樣選擇 我覺得他們連香港都可以剁掉 這件事 這個就是 彭定康 你說的跟歐陽說 他不會剁掉香港 因為他還需要香港 那個說法是一樣的 但我覺得這件事 已經是過去式了 你看看 賊婆說 彭定康 你說的事之前 麻煩你看看 你有沒有做過這些事 這句說話 最近我剛剛聽細良說 幾本書都好 原來最早期 講北外的個案子 就是原來 彭定康離開了香港之後 就是處理不外的那個 那個 Bloody Sunday之後的一件 歷史的事 而這個 我不明白 即是 肥牛後來搞Bloody Sunday 不是 但隔了很久 是善後 但Bloody Sunday是很久的事 但問題就是要善後 問題就是 你如何去和解 即是說 你打到這麼多人死 這麼多傷 之後社會 你要整理它 因為Bloody Sunday是甚麼 就是北外和英國衝突的時候 一宗死傷很多的事件 不知道死了十幾個人 還是怎樣 即是英軍是開機關槍數的人 開機關槍數的 而且不是很久 這件事是說的是 我們是出了世的 即是在座所有人出了世 說的是80年代初 彭定康離開了香港 97年之後 就去了北外去處理這件事 是很嚴重的 即是到現在 如何調回獨立調查委員會 然後就重新把警隊 執政他 連警隊的揮號都要轉 所有的事情是執首尾 而我們的襲迫 就完全沒有看過這段歷史 我真的覺得 唉 所以這個歷史遺留下來 所以你就會發覺 有些人就不知道 很多人就以為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 我們小時候讀書 就以為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 威爾斯就組成英國 其實就不是的 其實英國是幾件事 英國人都是經過過這個歷史 所以你看回 究竟如果反過來 你香港有幸搞回獨立 最搞笑就是找回彭帆 去做這件事 還有一件事 就是我自己去英國 我最遠就去到威爾斯 反而上面那些 我就有時間想去看看 其實我都有 這個是很多 你什麼 萬磁斯特和利物浦那些都會去嗎 沒有啊 其實那些 是 我是想去那些去看看 可能值得去 因為英國很多歷史遺留的東西 真的要去看看 做一個香港人 就是那些萬聯主場 利物浦主場 都會去看看 其實會要去看看 所以我接下來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去了愛丁堡 參加一個incubation 我接下來可能會有機會去那裡探望他 他就去那裡探望外丁堡 是很北下的 那 那 更北過 看看 應該是蘇格蘭那一塊 那些地方我沒有去過 你記得我說什麼 你去到英國 你要買iPhone就好買 那也是 英國真的沒有什麼興趣 你要買Dyson都可以在英國買 對的 但是香港人去英國又很正常 搞BAO之後 搞完就知道 香港人去英國又很正常